P-65 Breaking的特点在于它的音乐性 对 因为它不光是有它的难度技巧动作 它还要与音乐之间产生共鸣 可能还要与现场的一些元素 观众啊 场地啊 或者是一些灯光啊 这种氛围来调节自己的一个状态 像音乐性的话呢 肯定大家都会看它去对音乐的契合度啊 或者重拍旋律歌词的表达 是不是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去呈现 像原创性的话 有很多动作都是由一些选手创造出来的 比如我们所说的Hunton Frees 它就以Hunton的名字命名 也就是它创作的动作 完成度呢 那就是你这一整run里面 到底哪里是不是很干净的完成了 或者是有没有失误啊 之类的